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非常地爱你 随着你接近前所未有的一年的结束 问问自己 我想要把什么带入新的一年 虽然这一年非常具有挑战性 提供的礼物也很多 如果你专注于你 非常乐意去放下的 你会大力地戴上它 如果你伴随着感恩专注于你所学到的 你成长了多少 从看似的混乱当中浮现的所有恩典 那么你会带上这些东西 你可以拾起2020的礼物 带入2021 或者你可以带上包裹 尽管是具有挑战性的 这一年在你无法看到或想象的方式中 将人类的未来变得更好 在今年的一开始 地球上的生活使人们变得越来越脱节 发短性比说话要多 急匆匆地而不是花时间放松 存在沉思 从内向外地创造 大自然母亲被大部分人当作理所当然 很多支持社会的人变得安静 不被人问津 而那些积攒财富的人和名人被庆祝 对种族歧视变得冷漠 许多人不知道自己邻居的珍贵之处 然后病毒来了 一个来自其他维度的科学存有引入的思想形态 希望他们能够搅拌起足够的能量来维持他们自己 很久以前他们失去了爱的体验和与源头的连接 当然 没什么可以与源头断联 但当一个个体或种族停止感受情感 停止去爱 与源头的连接就感受不到了 他们变成了寄生虫 只能依靠他人的能量而活 一个病毒可以这么说 因此 病毒 思想形态被引入地球上 寻求理解这类事物之人的头脑中 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玩弄什么 随着恐惧的病毒被传播 思想形态变成了一样东西 危害头脑和身体 地球被死亡纠缠 但反作用地 一道光开始在你之内明亮地闪耀 因为你还被复星纠缠 在分离中 你渴望连接 你不再把人际关系 卫生纸 快递员 电源或自己的呼吸当作理所 当然 你把信号发送给天堂 你们的心真的想要交织在一起 然后 所有令你们分离的东西开始浮现 因为当发送一个对光的哭喊 它只能照亮黑暗 你们的种族分歧变得太明显无法再被隐藏 数以百万计的人 哭喊欣赏多样性 这个哭喊被听到了 被回应了 在人类心中启动了 会在未来几十年创造改变的运动 你们大多数人能够活着看到差异会被庆祝的世界 你会在几十年内 看到利用大自然的力量 创造清洁能源的世界 清理干净先前创造的脏乱 重视你们生活的地球 你会在城市 看到更多的绿色植物 你会看到人们团结在一起 创造更多老式的社区 公园 花园 邻居会帮助邻居 世界会成为你的邻居 你们的世界再变得更好 即使你只能看到改变的种子 相信这些种子 亲爱的 相信它们会成长 相信更美好的世界会到来 我们在你们的未来看到了它 所以随着你进入2021 知晓这些种子依旧在土壤中 发芽土壤的耕种依旧在进行 世界的分野依旧处于收缩阶段 关于什么会组成自由 会有巨大的有时候激烈的分歧 在相信自己解决世界问题的办法 比别人要好的人之间会有冲突 撇开这一切 亲爱的 你会开始作为一个种族 意识到你们每个人有着一个内在的罗盘 会向圣诞之星指引你到达内在的基督 任何问题都不会只有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案 只有对你来说的正确 所以随着你进入新的一年 花时间审视2020和你的成长 改变学到的东西 感受你永远在跳动的心 没有寄生能量能够永远统治人类 因为寄生虫需要较低的振动来存活 伴随着你永远跳动的心 你依旧与所有爱 所有造物 所有美好和恩典的源头强力相连 新年快乐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和你一起保持着你难以想象的惊人的未来愿景 上帝保佑你 我们非常地爱你 天使 谢谢收听 感恩祝福 大天使加百列信息 二 关于你说的话就是有一天你会成为的人 传导 遇见雪丽阳 Mick Shelley Young 译者 Nick Chan 2020年12月22日 你处于冬至和圣诞节之间的一个强力能量窗口中 这是深刻的支持性的能量的开启 意在于协助你的体现和创造 我们强烈建议你花时间去弄清楚你希望体验和创造之物的核心本质 让那个能量包裹你 作为你真正所视的一个普遍面向 这是拥抱你的偏好与存在 亲爱的 这是你设定前进基调的方式 在你所有的期望和梦想中 你都被爱着和协助着 因为你是在引领道路的人 伴随着你温柔的新娱乐观 进入宏伟的新时代 让你灵魂美丽的光辉照亮前进的道路 因为你的真理和本质会点亮进入新事物的道路 加百利2020年12月23日 亲爱的 人际关系是此刻一个普遍的主题 人际关系 你的家庭 你的爱情 你的友谊 你与力量的关系 你与精神和政府领袖 以及他们跟随者的关系 你与神的关系 你与自己的关系 都不见来被审视 你处于超越相互依赖进入健康的相互依存的阵痛中 你在寻找新的方式来合作 以便在你最高的自我表达中 支持彼此并作为一个整体变得更加强大 这需要意识到 检查并释放任何让你感到无力 以及支持你延续受害者意识的信念系统 虽然这感觉起来很不舒服 因为这会触及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东西 需要拆除很多旧的条件 这个专注会很好地服务你前进 你能够更好地处于你的真理中 让你的心在更加授权的方式中 引领道路 创造安全的依附 与自己和他人拥有更加令人满意的关系 这是将统一意识的编织物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东西 会漂亮地服务你和整体 随着你进入新时代的黎明 加百利 2020年12月24日 亲爱的 当你完全处于流动 你非常强大 像超越你可见的 可供你获取的最高潜能敞开 愿意被引领去发现它们 通过释放任何先入为主的想法或约束 你使它可以进入你最大的扩张和体验 去伴随着你的信念和信任 沉浮于新时代的红尾展开是安全的 让你的生命表达变得尽可能的巨大和美丽 让你所处时期的魔力指向现在完全可供你获取的最高结果 出于你在过去几年所做的令人难以置信数量的工作 加百利 2020年12月25日 你们的节日总是专注于更高震动的能量 赠送 接收 感恩 平和 喜悦 爱 与彼此和神连接 我们希望你在这个神圣的日子去知晓 这些元素存在于你们每个人的核心中 作为生活中的常数 加百利 2020年12月26日 亲爱的 认为你不足够是一个完全的谬论 你不断地检查自己和自己的启蒙之旅 有什么问题就会延续这个主题 你的存在就已足够 你不单单是足够的 你总是一直都是足够的 事实上 你的旅程本不应该去发掘你有多不足 而是发现并庆祝你早已足够 加百利 2020年12月27日 亲爱的 你说的话 就是有一天你会成为的人 你的行为会成为你所示的一部分 今天你可以采取什么小步伐 来朝向你的梦想 更重要的 今天你可以体现什么 因为这正是支持你成为的方式 加百利 谢谢收听 感恩祝福 大天使迈克信息 三 关于在平和的方式中响应 传导 Azara Adams 义者 Nick Chan 问候 亲爱的 我们发送你爱与光的祝福 在这个当下 我们邀请你向我们的信息敞开心 亲爱的 你就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越来越多的宇宙基督能量 被发送到地球 随着你继续你的扬生之旅 伟大的扬生存有 耶稣是宇宙基督能量的一个导管 在过去几周直到1月6日 他在进行一个特殊的任务与邀请他临在的人密切共识 宇宙基督能量意在于点燃你神圣的内在之光 移除所有旧的能量 提升你到达你的理因之地 作为神的一个表达 你就是他伴随着每一个思想 感受话语和行为 你在表达你与这个真理的对齐或分离 思考 如果就一天 你只去有意识地思考 感受述说表现地像是一个神的表达会如何 通过在寂静中冥想 来与神完全对齐来开始你的一天 然后有异地对生活中的一切表达 把爱和感恩 如果生活把不令人愉快的东西丢给你 在你响应之前暂停一会儿 与你的心连接 在你的脑海中述说 我时时刻刻都是神圣的平和与和谐 然后在平和的方式中响应 这可能会暂时吓到一些人 因为他们习惯于在某种方式中 与你交互 腾出几分钟 继续保持平和与和谐的能量 重复我时时刻刻都是神圣的平和与和谐 任何的紧张都会消失 和谐会进入 在一天的结束 在你睡觉之前 保持你希望创造什么的愿景 作为你所示的创造者和神的表达 作为一个有趣的实验去试一试 就一天 看看会发生什么 你可能会选择再去做一天 然后再做一天等等 很快 你会减少作为人类和作为神的表达之间的鸿沟 知晓一切都好 亲爱的 欢迎回家 一路上的每一步我们都与你在一起 亲爱的 你被无可顾量地爱着 我是大天使麦克 我带给你这个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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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给你做这一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